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应该会送去读中 但是她知道她姐姐是写了很多那种华语字 她就跟我要求就说 妈咪我不想写这样多华语字 所以可能可以再考虑一下其他 所以那时候就好 那可能就要选择一些就在考虑着国中 又或者是一些private school 然后经过我的sister in law他介绍呢 他就有介绍这一间不错 然后我就来看 那其实当时候osford不是在这里吧 就是在另外一个shopplot那边 那他其实他的就比较小一间 比较小间 那对于我觉得 学校不是应该要大间 然后有草场 比较就是 就是可以跑上跑下 这样子会比较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思想啦 所以可是当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呃 我进去因为要上LIFE嘛 然后见到里面的学生 给我的感觉很好 因为他们学生看到我也不认识我啊 他们都会点头 然后有些还会很热情的说嗨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嗯是这间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 就是对于我觉得孩子们的品行非常重要 呃 家里的 你看 你说 在家里看到的孩子 跟学校可能是两种 两种的那种性格 就是可能他就是一收一放 那我们可是在学校 在学校我来到这一圈学校的时候 哎 看来小朋友他们真的是很有礼貌 然后那一感觉就是很好了 Daniel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小学生嘛 就是很多东西我都要in charge啦 就是哎 你功课做了没有啦 然后哎 你是不是应该去冲凉啊什么之类的 虽然他那时候他很多都会蛮有自律的 可是来到这间中学的话 他更加知道他每天回家后 他就什么时间就应该把功课做完 然后他才会去讲 做完了放轻松了 他才会去看电视 所以这一方面都让我很放心 所以变成我都其实在Ospot里他 我没有太去去理他的事情 因为我发觉到他来到了他很多东西都会 都会自己管理 然后对于我觉得一个中学生 小学的时候可能父母亲要介入 因为可能他们还思想还不还小嘛 那到了中学生呢 到了中学的我觉得他们在思想品德呢 其实应该会有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还面对就是有叛逆的时候 所以我刚才讲我一来到Ospot里我觉得他们我看到的这些学生 他们就是品行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好 这样子我都很放心把他放在这里让他在这里读书吧 我知道Daniels其实在学校里负责一些就是帮忙学校做一些事情 那他也是有身为班长 然后其实在Ospot这里呢 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些学生呢 他们都会帮助老师做很多 老师都会分配他们帮助做一些学校的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因为其实将来他们去到外面做工的话 其实要面对很多不是学校可能学不到的东西 那在这里他们能够老师能够叫他们Evote这些帮忙做一些额外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Daniel当然他不只在学业成绩方面呢 其实我很满意他的成绩 他刚考了六科 然后可能四科还没有考 那这六科里面都拿了A+. 所以我非常感觉到他很骇人的 然后另外他其实他在他还有学Piano啦 就是除了在功课方面 他在我们在外面他还有学Piano 然后他还有打Venture 所以就是在各方面他都能够去很自立很独立的能够完成这些东西 然后不会讲就是除了读书 可能就是回家去看戏看手机 那可是他还会有其他的ATV 所以我觉得很棒 那另外我其实还想补充的是 在这里呢其实他们学校的纪律 学校的纪律很好 就像他们现在学生都会自己带手机嘛 就是可能到时间就是会玩手机之类 可是他们来到学校手机就要没收啦 就是要关手机之类 然后真的是拿起手机真的是被没收 所以呢 Daniel也是有被没收过 那其实这样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就是在这学校这方面的纪律很好 所以我没有后悔而且很开心 Daniel在这里在这个中学的这个 这期间是在这里度过他的这个中学的时期 然后其实另外就是老师跟学生 其实他们都可以打成一片 他们不会讲就是可能 我看到他们就有商量啦 然后他们会培养孩子去做一些 就是让孩子主动的去做一些 他们会分配一些东西给他们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 然后其实能够让孩子学会去 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 让他们有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这间学校 Ostford Academy真的很好 我本来的学校 我自己做到的 那一个学校 我会帮忙 那一个学校 那一个学校 都送到这里 我可以帮忙 我帮忙 我每个人都穿过